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我国南方大部分疆域,并且定都天津,与北方清廷形成对峙局面,天津被围困多日,一名太平天国将领发现城墙下面的草色青黄相见,于是命人去烧热水,其他众人纷纷质疑,城中还有存粮为何要烧热水,到底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,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与太平天国中王李秀城对峙的湘军增国全部,在围攻太平军大本营天津城的两年时间里,曾大规模使用学地工程的战法,此战法简而言之,就是派人挖掘地道,直抵城墙底下埋炸药,然后采用爆破手段炸到城墙,为湘军接下去的工程强行打开一个缺口,极具黑色幽默的是,这款学地工程的最早应用者, 正是与湘军血战多年的太平军,曾国权献血献卖,把他用在李秀城固守的天津城上,倒是颇有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,早期的太平军大多是由贫苦农民,烧炭工人,邦会分子,赤平矿工等组成,起义最初爆发的广西紫荆山地区,自古客家人与当地人围绕着土地,水源等纠纷,隔三差五大小规模的泄斗从未断绝。 对格斗技巧,战术运用,倒也熟门熟路,比如烧炭工出身的杨秀卿,萧朝贵,手底下领着一大帮人进山烧炭,其泄斗技巧,号召能力和管理手段,便铸救了他们将来在太平天国起义中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。 这些人不仅在野外战斗里彪悍,而且还能很快适应坚程,营雷等作战环境,他们集中擅长挖掘作业的矿工,挖煤工,专门设置名为土营的绝禁部队,让他们在历次攻城战斗中挖地道,埋炸药,轰城墙,这款创造性的挖地道改进战法,配合上威力惊人的炸药爆破手段。 往往令作战思维陈旧的清军防不胜防,一个个城池纷纷落于太平军之手,有样学样,在被太平军屡次击败之后,曾国藩统帅的乡军逐渐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债法,其精髓就是结应债,打呆账六个字,具体的执行缓解,便是不利息军费和时间,通过大规模修建壕沟、土墙等方式,强化营垒阵地防守, 避免与战斗力彪悍的太平军硬碰硬死鸽,等到对手被围困耗损的奄奄一息时,再做下一步的短兵相接,在此作战思想指导下,乡军在攻打太平天国的首都天津市,前后围困的时间便长达两年之久,即便是在拔出了天津城外围所有的堡垒要敌后, 曾国权仍不愿意直接对这高大的城墙爬梯子攻坚,而是选择挖地道爆破城墙的方式,企图为乡军接下去的进攻打开一个缺口,挖地道是太平军的拿手好戏,李秀成自然深知其中的门道。 当他发掘城墙下青草的颜色,几天来有绿转黄变化异常时,便知晓是乡军在地底下开挖起了地道,中空的地道阻隔了地表青草对水分的吸收,影响了它们的正常生长,沿着颜色一样的青草分布范围,甚至可以精准定位乡军挖掘地道的方位,对准这些地块灌进滚烫的热水,立马就能使原本就气流不畅地的地道环境更加闷热潮湿, 里头的乡军兵勇受尽煎熬,自然就要哭爹喊娘的惨叫不已,除了观察草色灌热水,太平军还在城墙脚下隔一定距离摆放一个大陶缸,利用陶缸对地底下动静的放大作用,让士兵贴着缸壁探听乡军挖地道的位置,然后或灌热水,或对挖地道,或深挖壕沟,破坏敌人的地道,爆破行动,只可惜被围两年的天津城, 实在已经耗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,顾得东顾不得惜,底面上,乡军摆开上百门大炮,日夜轮番轰击,底面下,曾国权的挖土部队依然在炮火的掩护下,马不停蹄得挖掘通往城墙的地道, 李秀成两头不能坚固,终于让乡军侥幸挖成了一条直通天津城墙的地道,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, 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,得到曾国权自由抢劫命令的乡军兵友,在钱财和女人的刺激下,纷纷如亡命图般冲入城中,终结了太平天国长达十四年的神权统治, 1851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,红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,太平天国运动主要目的是反对清朝政府的压迫, 同时这也是一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农民起义战争,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, 是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反清运动,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更是涌现出一批能争善战的勇武之士, 李秀成便是其中之一,李秀成出身贫苦,自幼给别人帮工,受计了生活的艰难困苦, 1851年红秀全的败上帝会席卷了广西一带的农村,很多贫苦的农民加入了红秀全的组织, 李秀全的家人也一样受到了感染,加入了败上帝会,李秀全加入太平军成为了一名圣兵, 1853年,太平天国定都南京,在当时成为天津,在接下来的几次重要战争中, 李秀成由于战功赫赫理所当然获得红秀全的重用, 他被封为后军主将并且封他为中王,此后,李秀成与诸位主将配合, 攻破江北大营之后,成圣又攻破江南大营,眼看清朝士气全无, 封建王朝已经摇摇欲坠了,就在1863年,李秀成奉命死守天津, 他的军队与湘军在天津对峙长达一年多的时间, 到1864年,曾国权率领下的湘军对天津城实施了全面的围堵, 李秀成的军队也为粮草严重不足,不敢轻举妄斗, 而曾国权的湘军趁机增兵数万,将天津城为了个严严实实, 曾国权是名如曾国藩的三弟,当时也是湘军方面战功赫赫的主要将领, 此人战术奇特,专长便是善于挖好围城,有曾铁统之称, 当时的战况虽然李秀成的军队火力和粮草不如曾国权, 但是李秀成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猛将, 士兵把守严格,加之天津城的城墙坚不可摧, 让曾国权不敢贸然攻城, 所以双方对峙近两年期间, 湘军也只是攻下了天津城外的一些小村子, 躁躁声势而已, 后来洪秀全突然在城内病逝, 将王位传给当时的幼子洪天贵福, 曾国权得知洪秀全病逝的消息认为, 目前太平军群农无首士气不振, 加上士兵粮草已经接近断粮的地步, 已经到了计划展开攻城行动的最佳时机, 天津城墙四周被茂密的草木覆盖, 李秀成与湘军对峙期间, 一直命令士兵严密观察湘军行动, 一草一木也不可放过, 他自己也经常亲自观察对方的动态, 突然有一天, 李秀成同士兵一起在城墙上观察湘军的情况, 他突然发现城墙外的花草有些异样, 原本绿匆匆的草地上出现一些黄色蜿蜒的痕迹, 仔细看过去正是枯萎的花草留下的一些痕迹, 这些清晰的轨迹宽度均匀, 从城外延伸到城墙附近, 甚至有些中途还有大片的坍塌,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草木应该是被人破坏了生长, 伤了根才会枯萎了, 地下一定有蹊跷, 这让李秀成觉得非常可笑, 他征战多年,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明显的地道战, 于是他马上采取了应对措施, 李秀成立刻识破了对方的诡计, 马上命令士兵开始大量熬制热汤开水, 然后命令士兵观察地道的痕迹, 把守在地道的四周, 一旦发现动静, 就立刻向洞内浇灌刚刚烧开的热汤, 果然不出所料, 士兵们一看到地面有动静, 就立刻浇灌大量的开水, 刚刚灌下去随即惨叫声四起, 果然有大量的乡军藏在地道里, 除此之外, 他命令士兵对着轨迹方向挖好, 做好正面守卫, 一旦发现动静就开始浇灌开水, 同时让士兵燃起火堆, 随时准备巷洞内防烟, 和他猜测的一样, 曾国全敌却是设计了挖地道夺成的计谋, 他想通过地道一直挖到接近城墙的位置, 然后铺设炸药, 把天津城墙炸毁之后再进一步夺成, 虽然计谋不错, 但是考虑到炸药堆放的效果, 地道是不能挖掘太深的, 于是士兵按照计划进行挖掘, 没想到的是, 由于地道的深度距离地面太浅, 破坏了贴近地面上生长的植物, 所以士兵挖掘的痕迹全部都被地表的植物出卖了, 士兵们在天津城墙四周一共挖了三十多条地道, 而地面上也清晰地显示出这些地道的痕迹, 所以乡军的处境基本上就是地道刚刚挖通, 士兵还没有露出头查看, 太平军的一锅滚烫的开水就会迎面浇到乡军的头上, 惨叫连连, 要么就是乡军在地道里挖着挖着, 突然就浓烟滚滚, 士兵们顿时被呛得无法继续施工了, 不久之后参加地道挖掘的士兵便死伤数千人, 而天津城还是牢牢的掌握在太平军手中, 曾国权得知士兵挖地道的计划失败之后, 他命士兵将城墙外的草全部割掉, 让李秀成无法观察到他们挖地道的路径, 用这样的方法来掩护士兵以便继续挖地道到城墙, 然后铺设炸药, 李秀成没有能够及时防范, 所以最终曾国权的军队还是将地道挖到了天津城墙, 成功了安装了炸药, 虽说曾国权最后还是使用三排重炮, 昼夜不停的攻打天津城墙, 更是安排了三万斤之多的炸药, 最终炸开了天津城, 俘获了李秀成, 但是这一段地道战的确落下画饼, 沦为笑谈, 天津城最终还是失守了, 李秀成被迫只能准备逃离天津, 临走之时, 他让刚继位的红天贵符王骑着自己的良居逃命, 结果自己却因为没有及时出逃被湘军擒货, 就连已经去世的天王红袖泉的遗体也被堕碎火化, 湘军将红袖泉的骨灰随火药一起装入大炮炸得灰飞烟灭, 骑着李秀成的马逃跑的又天王红天贵符, 后来被清军抓获后杀害了, 太平天国起义最终以失败谢幕, 李秀成被湘军抓获后便成为清朝的罪犯, 他在狱中曾经写下数万字来记录自己的经历和太平天国的历史, 或许是想为自己曾经理想的国度留下一些痕迹吧, 1864年8月份,李秀成被曾国藩杀害, 年仅41岁。